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中国女排虽然轮空 但随着荷兰、日本等队的输球 也提前获得了巴黎奥运会门票 在已经确保进军巴黎后 众多球迷就提出应该派出替补去迎战德国队 这一想法其实很有建设性和前瞻性 毕竟中国队最薄弱的就是板凳深度 以往的比赛中 中国队只要场上首发阵容出现问题 就很难从替补上找到一位合适的替补 去立板狂澜 我们的替补套用时尚界的流行词 那就是平替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和蔡斌前几年没有锻炼替补有关 总是一套阵容打到底 当然,一套阵容打到底 也不能完全责怪蔡斌 中国女排还是有一定的成绩要求 队伍不可能舍弃成绩而去锻炼替补 而现在随着奥运会门票到手 队伍就有了锻炼替补的资本 那么蔡斌真的会启用替补阵容吗 答案显示是不会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中国女排输不起 虽说中国女排已经拿到了奥运资格 但亚洲第一的宝座还需要巩固 目前中国仅领先日本六分多 要是输给德国的话 最少也要被扣10.94分 最多被扣15.94分 屁股还没做热的亚洲第一宝座 就又要被日本拿走 故而中国队必须拿下德国 或许有人会觉得 女排已经拿到了奥运会资格 亚洲第一或者是亚洲第二都没有关系 话虽如此 但有机会登顶亚洲第一 谁又会放弃呢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总决赛席位还不稳定 中国女排需要通过拿下德国 来巩固自己的总决赛席位 目前美国 中国和加拿大都是六胜 以积分差距排在第六 第七和第八位 对阵德国这场球 除了是亚洲第一之争外 还相关系到中国女排 能否挺进式联赛总决赛 现在中国对六胜机 18分排在第七位 刚好压线晋级总决赛 但排在第八的加拿大 也是六胜 只是积分少了一分 以17分暂居第八位 美国六胜19分排第六位 好在中国女排现在少赛一场 还有拉开差距和缩小差距的机会 和中国竞争总决赛门票的是 加拿大和美国 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 他们都剩下两场球 分别是加拿大荷兰 加拿大法国 美国日本 美国意大利 加拿大拿下法国的概率很大 他们的胜场也会变成七胜 对阵荷兰是奥运生死战 加拿大肯定全力以赴 若取胜就是八胜 美国最大全胜就是八胜 一胜一负是七胜 二战皆末是六胜 现在中国队的总决赛门票还不稳定 还要看后面三场的胜负 加拿大完全有机会反超中国队 中国女排的第七位是总决赛晋级线 球队必须守住第七的位置 或者是提升排名 才能够进军曼谷 中国打德国 土耳其和波兰 美国对阵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对垒荷兰 法国 从接下去的对阵情况来看 中国队拿下德国后 晋级总决赛的希望会变大 反之就要从土耳其和波兰身上拿分 锻炼替补阵容 对于提升队伍的实力肯定有帮助 但我们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在总决赛席位还未稳之下 蔡斌肯定还是会以主力为主 至于锻炼替补 我们完全可以在总决赛期间进行 根据之前的爆料 王云露 杨涵玉 王艺竹等人的IP地址都在漳州 疑似总决赛派替补出战 其实这一做法在郎平时期就已经开始 记得中国女排已经两次派出替补阵容出战总决赛 有一次还战胜了意大利拿到铜牌 根据国际排联的规定 奥运会资格和分组将在总决赛开打前确定 故而 总决赛的输赢不会影响奥运会 中国队完全可以采用此策略 让替补打总决赛 此外 2024女排世界联赛已经来到第三周 作为蔡斌主打的光速二船 凋零鱼以219次传球到位 暂列二船榜单第一名 对于这个数据 球迷们基本上是分成了两派 第一种 凋零鱼实力所致 值得这个第一 第二种 数据不能全面体现能力 凋零鱼不属于顶级二船 是联赛全程主打 凋零鱼传球数量 质量是否成正比 凋零鱼能登上这个二船榜榜首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全程主打 传球数量巨大 截至第三周第一个比赛日 凋零鱼778次传球 219次到位65 如此巨大的传球数量 凋零鱼不想上榜都难 徐晓廷从今年世界联赛 就没有获得过出场机会 丁霞几次替补出场 效果还不如凋零鱼 再加上丁霞生病过敏 蔡斌也就没有再动过换二船的想法 第二 一船到位 一板工拉开速度确实快 二船榜单主要是统计 晃出的一对一 这对于一船到位后 出手极快的凋零鱼来说 不是难事 与王源源的配合 几乎对方难忘还没有起跳 凋零鱼就给王源源出手传球得分了 龚翔宇现在完全没有调整强攻 二号位全部是抢速度来下手 有了朱婷 李盈盈在四号位的牵涉 龚翔宇也得到了不少一对一下手的机会 就是凭借以上两点 凋零鱼登上了二船榜第一的位置 然而 这是否能全面体现凋零鱼的传球质量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女排在赴加拿大 一比三输日本 零比三脆败意大利 都是凋零鱼在防守反击环节 她的传球质量不高 不稳定 让攻守难发力 被对手逆转或横扫 目前 中国女排的李盈盈 朱婷 袁新月 王媛媛 只要把球传高力稳 让她们发上力 这四位攻守的进攻都是世界水平 现在撤走中国女排与强队对抗 总是处于下风 就是我们在多板工的传扣配合上 有非常明显的差距 就多板的传球质量而言 凋零鱼还不如日本 泰国的二船 中国女排的二船 衡量标准 首要是要传好朱婷 第一主攻适应能力已经很强了 凋零鱼上不上二船榜第一 这个无关紧要 关键是我们打土耳其 意大利这种有大力跳发能力的球队 一船很容易被破坏 王媛媛的快攻根本无从打起 凋零鱼光传好复攻 这是远远不够的 让朱婷 李盈盈 龚翔宇 都能发上去去进攻 特别是防守反击环节 让攻守能下分 能一锤定音 这是凋零鱼最应该做到的 作为世界第一主攻 朱婷适应二船的能力已经很强了 凋零鱼船不好适应能力这么强的主攻 那就说不过去了 当然 朱婷 凋零鱼宇在国家队层面 并没有太多实战磨合 之前 凋零鱼是排在丁霞 摇迪之后 中国女排的第三替补二船 她很难与朱婷一同进入到首发阵容 蔡斌执教女排后 朱婷又因伤赞别国家队三年 因此 朱婷与凋零鱼的磨合还在进行中 可喜的是 在与泰国一战中 朱婷曾砍下过17分 凋零鱼要想传好朱婷 技术还在其次 信心才是最重要的 要敢给 主动给 给得不舒服 两人要及时沟通 这样才能建立默契度 大家如何看待 凋零鱼登上是联赛二船榜第一 作为中国女排的二船手 传不好朱婷有说服力吗